全球疫情方面 丹麥卫生当局正考虑减缓疫苗接种计划 指目前无需接种更多加强剂 另外英国宣布取消入境病毒检测要求 梅志辉报导 丹麥卫生局今天表示 由于国内接种率高 两剂疫苗接种率超过八成 加强剂接种率也超过六成一 所以第三波疫情开始转好 即使新增感染个案增加 重症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 当局结论 现时未需要为高风险人士接种第四针 也未需要儿童接种加强剂 英国今天起 不再要求已接种两剂疫苗的国际旅客入境时 出示病毒测试 但未接种的旅客就仍需出示检测证明 不过就无需自我隔离 文书报表示 英国边境自由流动性 现时是全球最好之一 表示已经做好开门的准备 手信约翰逊 早前亦都表示 二月底 他希望取消最后的防疫措施 不用再要求确诊者自我隔离 完全与病毒共存 但有科学家就认定 约翰逊的决定是政治性 而不是科学性 指英国政府有心争第一的心态 另一方面 澳洲宣布更改完全接种定义 要求国民接种第二针之后六个月内 接种第三针 但国际旅客入境只要求两剂疫苗